喜欢过年吗?要回娘家吗? 在我另外一个部落格有人这样问我 我是很喜欢过年的 每年没出国的话 我也一定会回家看我娘去 那在除夕的前几天 我到一家小店去买便当 我喜欢吃鱼 可是他们告诉我 没有鱼肉这几天鱼太贵了 尤其没有小鱼 主要都是提供 让人家过年拜拜用的鱼 而且非常的贵 那我们都觉得 不需要在大过年的时候 样样让人家去贵 因为平常都吃得很好 然后那位比较年轻的女主人 女老板娘就跟我说 现在过年好像比较没有什么意思 就吃一吃就是了 我就告诉她 还是可以照一些习俗来做 那让小孩感觉不错 比如说都要准备有余嘛 因为年年有余 那头尾要留着 还要准备虾辣或者是白煮蛋 可以剥壳 除旧不新 还有要有鸡 这是米南语说 就是要让家庭可以兴旺 还有常年菜 现在都用菠菜替代 虽然现在的菠菜好大一颗 其实都要比较嫩的 那一整颗的吃下去 我觉得还是要咬 不要用吞的 那代表长寿富贵吧 还有呢 以前我在电台的时候 他们到晚上 子夜时分呢 就会吃元宝 也就是水饺 那里边呢 会把铜币 铜板包进去 铜板会洗干净 吃到的人呢 代表你今年的财运 非常的好 那这些习俗 我觉得如果 就像我们小时候呢 爸妈都 告诉我们这些 你会觉得 那过年就有它 比较特别的意义 这样子呢 在准备年菜的时候 也好有个方向 那我知道 一定很多人会说 可是这些习俗呢 没有根据 所谓 其实是明信的 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想 把一样东西这样说 其实这代表着说 我们看事情呢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可以正解 可以正向来看 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 无形中的学习 像我那天在煮火锅的时候 我拿起那个有机的豆腐 好大一块 我想要先冲洗一下 结果呢 全部掉出来碎掉了 我就想到 哦很好 碎碎平安 我还记得小时候 在初一还有个习俗 那就是要台语说的 拼春 就是早上的 正月初一嘛 初春的第一天 要出去走一圈 一大圈 代表 开始整年的好运势 有时候要看农民历啦 或者听一些命理诗 讲好 当年的方位 要从哪里出发比较好 然后绕个一圈 我记得 就是小时候 有一次的初一 我的父亲就带着我 走在高雄市的五福路上 我记得经过一个水塔 每次 以后呢 再经过那个水塔 我都会想起 那一年的过年 直到现在那么大了 我一样 看到那个水塔 都会想起 跟父亲走过那一招 有时候人的 童年就那么快 没有多少个 深刻的记忆 你就忽然间 已经长好大好大 甚至好老好老的 在过年的特别节目里 听到 有位艺人 讲到他在上海过新年 有过一次的 特别的经验 他说啊 那简直就像奇景 他说每个人应该都去看一下 都要有过这样的经验 真的值得一看 他说他在23层楼 那除夕夜的晚上 大概11点半 就开始有人放烟火 是整片的 他这样聚高零下 看下去 整片的烟雾弥漫 然后 烟火声浓浓的 这样子一直持续了两个钟头 他说他想到了 谢团长带着一群人 在四行仓库的感觉 那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同时呢 我也想起我小时候 我们家隔壁住着上海人 在大节日的时候 尤其是除夕的时候 我有个记忆深刻的事情 就是他们 在他们家的院子 是整个扶桑花 围起来的一个院子 大概不到十平 那他们里面呢 就好像布阵一样的 把一些金箔纸 还有蜡烛 就插了一些阵杖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壮观 然后 蜡烛亮着那个感觉 我记得母亲就问他说 哇 怎么做得这么的澎湃 结果 隔壁的那个妈妈 就告诉我母亲说 如果他们回上海之后 他们会做得更盛大的 在台湾 当时的想法是寄居嘛 所以呢 只是意思意思而已 从这就可以得知 哇 他们在上海的阵仗 就像那位艺人说的那样 一直以来 我跟很多人一样 都自以为是所谓的台湾人 可是现在媒体那么的发达 从一些 来自各地的 本国人或外国人的 一些习俗里边 发现 有那么多的习俗 大家是大同小异的 我有很多的感想 当然我们这样的影音节目 时间是不够说的 我能说的是 人性的情感 让我们互相连结 有情 亲情 爱情 多么的美好 而人性的贪婪 让我们猜忌 让我们对立 分化 甚至争斗 怎么办 只有爱 无条件的爱 才是最好的key 所以 在我们小小的台湾 常常会看到 很多的媒体报道 看到一些人 非常激昂的人 我们怎么分辨 他到底是 为自己 还是真正为大家呢 我想看他的出发点 是爱吗 有爱的人 他会怎么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